大家好!5月3日星期五九干晚报 又到星期五了 轻松一点 又跟大家说一些新闻或者市况 今晚也会出一个很重要的飞龙 或者所谓的就业数据 首先说到GNBC头条巴棍说 他们曾经买到亚马逊的股票 其实可以看那篇文章也有提到 他们有其中两个基金经理 都有管理超过130亿的股票 也是巴棍的投资组合一部分 最近也有买到亚马逊的股票 但股神也说得很清楚 他说他跟总裁非常好朋友 他也很喜欢这间公司 但他就说自己很白痴地从来没买过亚马逊的股票 也说得很清楚 我要告诉你 我没有改变到我仍然会继续不买 或者他说一点 股神他自己所说的价值投资 他绝对不会是股票 像亚马逊这些最新公布业绩之后的市盈率 现在好像是超过七八十倍的 在他所谓的界定里面 就是说这些不是有价值 就是不会应该是这么高的 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 可能是一些货币 而不是货币 这些永远不会在他买入的行列里 那里就由其他基金经理去做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说完之后 就是亚马逊可能今天又会上升 再来今天主角就是汇丰 今天汇丰在午后的时候公布了一个好业绩 那里其中包括了他有63.5亿的税前盈利 比市场预期好 其中主要包括了盈利增加了9% 而开支只增加了3.2% 所以就赚多了钱 也最主要是由于零售银行 甚至是亚洲私营银行 增加了相当多的收入 所以继续做回来 好了 私资银行 另外一宗消息在彭博里说的是华为 华为超越了苹果 成为第二个最大手机生产商 现在紧随其后追上三星 这些新闻出了之后 又令到更加人憎恨 又要打击华为 这也是后着大家如何再看 再来说今天的市况很简单 我想只需要说... 期指今天又开市的时候 余常不知为何常常在294那里打底 打底之后结果就上回去了 然后上回收市 其实中五收市时大概在297 然后中五业绩公布汇丰做得很好 结果就删到上去298 现在就停在这里了 现在现货的恒指已经去到三万点 跟之前補完裂口亦相不到200点 那重看今晚会如何 成交今天将一步收缩 昨天也七百几几 今天也连七百几几个不足 我想是上升 不要叫背不背持 总之都是有人买 不过今天这几天似乎市况都顶着 会不会买不到A股的人用港股来对冲着买一些 到A股回来的时候 看看会不会有些沽售去买A股 再看A股在50天那里会变成什么样 今天主要大家都知道 今早早报也有提过 大家今天全球环球金融市场都会焦点在8点半钟公布的就业数据 预计失业率是3.8% 还有增加非农业的职位是18万5千9万 总之大概有18-9万就符合预期 这两天我大概有提过 恐慌情绪指数到50天 原油价格又开始下跌 其实我想跟大家重温一宗新闻 去年10月5日公布的9页就业数据 其实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时预计有18万5千 结果出来只有13万4千 今晚大概是18万5千 公布我现在没有消息知道的 不是13万4千 不过我想让大家看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9月大家看看10月5日公布 10月5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首先给恐慌情绪指数 给大家看看去年10月5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大概在这里 可以看到的 50天平均线以上 其实是否跟现在差不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当时油价10月5日还没有开始跌破10天 这次其实还差 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要找一些循环的领先指标 VIX和油价都是我这两天说了 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路 现在大家似乎只差一样东西去推动市场 到底向一边走 标普大家都看到 这个又是去年10月5日的时候 也是20天50天之间 今天现在是10天和20天之间 刚才我说去年10月5日的时候公布的是13万4千 所以18万5千 就是说少了5万 让市场看来经济不好 就推低了指数 我们预先这样做好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风险买上和买跌 风险回报是怎么样的 历史不一定会重演 但要提防坏的数字 可能带来对股市坏的影响 应该是我们在这一分钟 两个小时之后会看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到时交易员会预计出个好的数字 又变成加息股市也是跌 变成技术性的设计是这样 就变成会不会自圆其说都可以 放低市场 很多人都说我经常一厢情愿 不过我都会这么说 今晚很关键 如果这个VIX指数不会停留在 我今天当大约是14、50天的平均线以上 基本上你会预计这些东西不会出现 这些是股市跌 如果你继续在这条橙色线以下 股市会继续上升 会比较清楚 所以有时我跟朋友说过今晚 就知道下星期会怎么做 应该今晚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讯号 我过两天在差不多时间周报 我到时再跟大家总结一下 看看我们下星期会怎么做 这次先说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在下面发文 我会尽量作答 最后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订阅频道 记得点个小铃铛 小铃铛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 快乐周末